似乎鞭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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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传林源旧部落 是一个扁淡穴的好地理 街道两端低 中间高 就像是一只扁淡 挑着锣筐 是绝佳的地理风水 两旁商家裁员广静 没想到当地的黄姓人家 却跟林半仙發生过节 位于林源乡公所前面的奖公铜像 正是当年林半仙向重的剪刀穴 相传也是他下葬后 鬼魂拜风水之处 没有一个扁淡 扁那里有一个扇子 枯材落得多 落得有扇子 扇子落得有扇子 扇子落得有扇子 所以 有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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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扇子 据传林半仙下葬的棺墨 刚好让壮似剪刀的交叉路口 扭了栓子 成了活的剪刀穴 两边的道路 就像是两片利刃 剪得林源街道两边 家破人亡 一连串的天灾人祸 瘟疫 接踵而来 死了将近上千人 因为这有扇子 一般人不扇子 怕他就扇子 他就扇子 然而林半仙虽然牵葬 他的怨灵 却依旧排排在林源街道 当地人想了各种方法 来震煞 民国四十五年时 林半仙下葬处附近 一度车祸评传 相公所人员赶紧在墙壁上高挂蒋介石的照片 之后更用蒋公铜像来震煞 然而灾难真的就此平息吗 所谓的当地 就是说 他的定理三岸的灵 他在这四岸的灵 驾驾出来送老 只是让人好奇的是 如此神通广大的林半仙 怎么正史上完全没有记录 当地的齐老跟文史工作者 却对这段历史深信不疑 如果我们堆查开 应该是这个人 我没有记录 但是这两百多年的事情 都一直传算下去 大家都知道这个人 我们处理就有一个老 古老人 我们如果大河过后 我们就都看这个老古人 都在那里 他在那里打得都转转的古籍 或是书籍 听人说 那就是林半仙 所传来的地址 可惜的是 这批口耳相传记录的古书 没有流传下来 更让文史工作者感到奇怪的是 从剪刀穴 牵葬之后的林半仙 尸骨到哪里去了呢 有这间半仙庙 那京都半仙庙的这个主人 的苗树 这间苗虽然存在有四十多年 但是呢 也没有很多人知道